你那個套22被炸了 現在才知道 你真的不敢跟伊朗交戰 對啊 講老半黑說是伊拉克民兵組織 你如果 我跟你講 這個牽涉到你 伊拉克現在駐軍還有2500 敘利亞有900 人家一定覺得你怎麼在我實業派的地盤 有基地 所以你本來就是被攻擊的目標 這不意外 事實上他們後來有公佈一個統計報告 說最近一年來大概被攻擊了165次 可是沒有死人 那這一次 套22就死了三個 簡單講就是 人家要不要讓你死 是他決定 本來就是啊 他只要決定深夜攻擊你就非死人不可 因為他打你的數字 人家早就知道你的狀況 打你的宿舍晚上 你們在睡覺 就死傷一堆啊 你為什麼還要放在這裡 因為 我認為啦 這次 你防空系統也要完整一點 是啊 我跟你講他是跟著無人機這樣飛進來 那你就沒有非常辨識 尾隨 因為 我跟你講這個要有一定的技術 對 美國 距離很近 他沒想到對方會用這一招 而且那個尾隨的無人機裝滿炸藥 然後就 你進來他也進來 然後就直接投 投下去了 這招美國沒想到 我真的是沒想到 真的是沒想到 真的 真的因為 美國後來媒體的標題都這樣寫 說 竟然沒有查到任何訊號 認為是自己的無人機 就是說兩個 應該會有不同的這個辨識系統 理論上吧 我不知道 反控飛彈你居然敵機跟我機 沒有辦法分辨 沒有辦法 這太可怕了 因為是無人機 我不知道這個的原理 反正他無法辨識 你說這個是不是 這個 順尼派聖戰士變聰明了 他怎麼會知道這個事呢 而且 TOW22 是非常隱密的基地 他設在約旦境內 剛好在那個敘利亞跟伊拉克的邊邊嘛 就是方便 出動無人機用 那是空軍基地啊 那他主要就是要出動無人機 那 所以你早就被人家盯上了 而且還follow你的作息啊 還知道你什麼時候無人機要出去 什麼時候要回來 我就跟著你就好了 因為要跟得很近 不然一定會被查出來 跟得很近又成功了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對什葉派 或廣義的 伊朗的力量來講 他就是要你滾蛋 說這不是你的地盤 你的地盤是 卡達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你應該回去 你們的基地那邊嘛 你怎麼可以放在這裡 伊拉克現在是什葉派的政府 所以伊拉克已經跟美軍講說 你們可不可以離開 美軍不肯啊 可是人家已經公然提出了嘛 這個就跟印度跟馬爾大夫一樣嘛 馬爾大夫也說請你離開 所以他留下來是沒有正當性 所以我跟你講啊 我的感覺啦 就是 什葉派 下了決心啊 就是我要逼你離開 那逼你離開唯一的邏輯就是製造死傷嘛 所以我就故意生業詐 不然不可能說前面165次都沒死人 這次一下就死了三個 而且傷了三十幾個 夜門胡賽武裝也一樣 他連美國軍艦都敢打 對啊 你不覺得這有點離奇嗎 膽子蠻大的 是啊 你怎麼敢打美國軍艦啊 他知道你不敢報復我 不是 他知道你沒責 我跟你講我後來去查歷史啊 我才知道胡賽武裝他本來是叛變嘛 要奪權 夜門政府 那夜門政府事實上已經垮了你知道嗎 是蘇地阿拉伯跟 阿聯酋 美國給武器 那當然他們要付錢啊 不能 蘇地阿拉伯的聯軍啊 聯合夜門政府 一起來打這個叛軍啊 打了10年 還沒有能力消滅 那我去查了一下 他說總共空襲過24000次 胡賽也太強了吧 不是不是他太強 而是地形 他地形跟阿富汗一樣 就是他 海岸一上去就是高地 他大概就500到1000公尺的高地 那到處都是山谷 所以美國為什麼不敢打進去啊 那不是第二個阿富汗 而且 沙特阿聯酋聯軍 10年都沒有辦法搞定 到現在首都撒那還在胡賽武裝手上 我說這個典型的越打越強啊 我就覺得這個有點像 那個延安的 延安老超 有點像那個中共跟解放軍嘛 就是 國民黨五次圍剿越角越大嘛 那他就逮到機會就壯大嘛 現在他逮到機會再壯大啊 因為 沒有人敢打 以色列跟美國啊 只有我敢出手啊 小弟 本來是有15000人啊 現在不知道多少人 可是 阿拉伯世界很多人都為了你的勇敢喝采嘛 一定一大堆錢 跟武器不斷的投進來了 胡賽武裝市場不是伊朗扶植的 是 自己 自己長出來的 長出來的叛變 對夜門政府的叛變 他就要推翻政府了 啊可是 伊朗一看哇真的很大 這小兄弟不錯 跟我的老仇敵 沙特阿拉伯還真的很大 所以才開始結束 所以你說他能不能 完全 指揮他 我認為 他有一定的獨立性 就跟蘇聯 到了後期沒辦法指揮中共一樣 史達利也曾經想要控制中共啊 可是到了後面 整個紅軍起來了 國民黨腳不死啊 那個時候就 你就 蘇聯沒辦法指揮中共啊 到了後期啊 西安事變之後我認為就越來越難了啦 那這有點類似啦 結果到最後那個 黎巴仁真主黨才真的是伊朗扶植的啦 從頭到尾 連 伊拉克跟黎巴仁真主黨都派軍事顧問 來夜門 福島福塞武裝 所以我教你們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覺得從這個過程來看 你都可以看到美國 已經進入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況嗎 你怎麼會天真到認為 中國跟伊朗講一講 伊朗再跟福塞講一講就可以搞定啊 你怎麼會天真到這樣啊 有事你根本沒招嘛 王毅可能就是分析這一套給他聽 你現在叫我去跟伊朗講也不一定管得住他 我認為事實上不可能啊 事實上真的不可能 我們且不要說伊朗 伊朗的石油啊 90%都賣給中國 這個當然是籌碼 那佔中國的總進口量大概10% 那中國確實可以轉到別的地方買 沒有錯 可是你給伊朗這個機貿上的壓力 伊朗一定會如實跟你講嘛 說我不一定搞得定 大哥啊 你的意思我知道啊 可是 因為中國大陸事實上是 紅海也算是受害者啦 雖然說中國厄倫 不會被炸 到現在沒有嘛 可是運費還是提高啊 保險費還是上升啊 所以有很多 多薄利多銷的可能就 暫時人家就不買嘛 因為太貴了嘛 運費太貴了 不是被炸的問題 而是運費太貴了 所以中國大陸 也是受害者啊 因為他是 歐洲是第二大 貿易對象 所以 所以 可是因為有更高的戰略目的啦 所以他也不好一面倒 所以中國大陸還是把他連結到說 哎呀 胡塞炸民船不對啦 可是你要解決這個問題啊 還是要解決加薩啦 我這個是實質嘛 他確實是加薩戰爭的外意 如果沒有加薩戰爭 不停火 胡塞也請不來啊 可是我就說這個小兄弟很厲害 這小兵力大功啊 他 產生了兩種作用 這個真的是 投資學的 學兵法的人一定要好好研究這個case 第一個啊 美國我認為他本來跟以色列在唱雙簧 就是我外交好像很努力 在希望停火啊 可是軍事上一直支持以色列 甚至幫你去打 伊拉克 那你以色列總是會打贏嘛 只是時間問題 再給你幾個月 那 胡塞武裝這個事情爆發之後使這件事情不得拖延 所以增加解決的急迫感 這個是很大的貢獻 就是 你沒辦法慢慢打了 對沒有辦法慢慢打 紅海每天都有傳染過 對對對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他的 很大的一個戰略上的作用 那第二個當然是 讓大家認清了 那些吹牛的 那些 跟自稱跟 最反美最反以色列的那些阿拉伯空虛大老官大哥們的嘴臉 我小兄弟我就自己打 打了還有作用 所以我認為 我剛剛跟你講的伊拉克順尼派聖戰士 不得不動 就是覺得 輸人不輸正 小兄弟都打到這樣的我們都不敢打 那不太丟臉了嗎 找個Tower 22來打一下 然後也包括伊朗 伊朗也開始 直接從本土射飛彈 去打敘利亞打伊拉克 對不對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他也產生了這個作用 就是 你們這些十月派也稍微像話一點好不好 所以就跟打 那因為這個氛圍產生 又加強了第一個急迫感 你知道吧 因為這是連動 中東感覺火要燒起來了 對對對就是這樣 所以美國現在真的就是 被壓上火線 所以不趕快處理 不能再拖了 而且 娜潭雅胡又心有二心 這個人也是老狐狸 我認為娜潭雅胡就是認為他撐到11月 我的川普大哥就來了 拜登就是 沒用的人 因為他們本來就跟共和黨比較好 所以我認為娜潭雅胡也在打這個算盤 就我在撐10個月 大哥就當選了 我就得救了 新的局面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多方博弈在算 那你就看到這裡面最無能的就是美國啊 就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 他現在束手無策他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 是啊 就是這樣啊 就是 胡塞武裝也達到他的目的 對不對 然後 也引發了 什葉派民兵不得不跟進 也包括伊朗也要設幾顆 給大家看 不然都被小老弟 看扁了對不對 這個坦白講也牽涉到資源的搶奪了 不然錢都跑去 菩薩武裝那邊去了 那 第二個就是要逼美國跟以色列做出決定 就是這樣 之類的 我會找到 這個坦白講的 不斷